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说服从的诺言呢 诺言就是听话 这个儿子小的时候听老爸的话 那就是智慧 就是聪明 不听话 那就是傻瓜一个 当然亚党他不听话 就是傻瓜 这个服从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圣经的话 那对人是这样 孩子特别小的时候不懂事 不听爸的话 那自己老爸说 这个水烫不能喝 那你要喝那就把你烫了 对耶和华 那是一个世界的创造者 那比我们人能力要强大的多 那所以服从他呢 那就是服从能力 听他的话呢 他就赐给你的大有能力 赐给你的能力有多大呢 我们知道挪亚做了个粥 能够把世界上的几百万动物 一公一母都放进去 喊不喊恐龙不知道啊 是不是恐龙在这个挪亚之前就灭绝了 还是在挪亚之后又灭绝的啊 圣经上这个没有说啊 没有没有提到恐龙这个词啊 我们现在考察到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恐龙这个东西很大啊 要是把那个恐龙也放进去呢 那更大啊 就算没有恐龙 现有的活着的世界上 这些动物啊 就老虎大象这些 这几百万种全放在一个船上 这一家八口 他三个儿子 二媳妇啊 他老婆啊 八个人 照顾他们一年 吃啥喝啥打用 我们想想 这个确实太难了 那当然 因为他听的耶和华的话 那耶和华赐他大有能力 那他就能做到这一点啊 这就是神迹啊 那 为什么 这个 呃 上帝选择 让 这个 挪亚 来造这个方舟 那别的人在没有呢 那还是因为他听话 听话 所以赐有能力 所以你能够做到 所以你就可以活下来 那别人 他没有 挪亚 服从 听话 所以说呢 他就不赐给他这个能力啊 如果是啊 别的人 如果得到 耶和华的 这个祝福 也能够 来造这个州的话 那只要耶和华赐给他这个大能 也行 要换成我 我也行 如果耶和华赐给我这个能力的话 啊 这个呢 就是神迹 那因为 以后 呃 挪亚 服从 所以才得到这个能力 那服从 原来怎么服从呢 当然圣经说的不是很多啊 不是很详细啊 就是说 上帝呢 这个 看中了这个挪亚 然后呢 给他一个祝福 然后呢 赐给他这个能力 当然我们知道啊 圣经的 这个 摩西五经的记载 这个天上 那些变坏的天使 到人间跟人的女子结婚 然后呢 生出了一些孩子 啊 这是淫乱 所以呢 耶和华呢 不看好他们 把他们灭亡 那 我们知道听话呢 应该是这样 他是不是还听话去传福音 是不是还听话去砍木头啊 那肯定砍木头了 传福音不传福音 这个圣经上没有记载 啊 但是呢 他去砍木头啊 当然呢 呃 那时候应该是没有电锯 是不是啊 呃 这个 可能铁都没有 可能还是用石斧 呃 但是 呃 能够做到啊 那当然呢 来于来 这个大的能力呢 是来自于 这个耶和华的恩赐 啊 是神的奇迹 是神迹啊 是来给耶和华的祝福 那 呃 对于挪亚来说呢 很简单 听话就好 听话呢 不单呢 可以照顾到你的妻子 还可以照顾你的儿女啊 那没有说耶和华有女儿 什么有三个儿子 而媳妇啊 那 那为什么 儿媳妇的这个 这个这个 父母 是不是兄弟姐妹 那没有得到照顾呢 那这个呢 也是取决于耶和华的安排啊 耶和华认为呢 你这个女儿 嫁到了挪亚的家 嫁给了挪亚的儿子啊 那就得到保护 那 他其他的人 是不是三个人 都是父母也死了 兄弟姐妹也死了 没有说啊 但是 没有提到这一点 起码我们知道呢 是保护的挪亚和他的儿子 儿媳妇 而没有保护 儿媳妇的什么家人 那个 这个是耶和华的安排 也就是说呢 你遵守 挪亚遵守了上帝的 这个 话语 那挪亚的一家人得到祝福 而别的人呢 是否得到祝福 这个呢 耶和华呢 有他的安排 这个 服从的挪亚 也是智慧的挪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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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